來 他說在坐標評定當中 好不好 直角上行三邊所在協律是幾 N1 N2 N3 而且N1代言N2代言N3 問你 下列何者 下列敘述何者 橫正確把橫圈起來 一定正確 好 什麼意思 這裡是一個很強烈的觀念考題 他說直角三角形 欸 他們告訴我說這直角三角形怎麼畫 有沒有說 沒有喔 這三邊協律是N1 N2 N3 那其中N1代言N2代言N3 告訴我有什麼現象 你去畫畫看齁 因為題目並沒有告訴我說這直角三角形要怎麼畫 所以說你可以這樣畫 隨便你喔 你可以這樣畫 對吧 所以直角在這邊這樣行不行 甚至你也可以這樣畫 各位 可以喔 可以這樣畫 直角在這邊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問你的直角上行畫白有很多種這樣行不行 那他說告訴我什麼現象 他告訴我N1代言N2代言N3 最低 我不管 直角三角形有什麼特色 其中這兩個協律 相乘一定是幾 負一 什麼叫相乘是負一 代表這兩協律一定會怎樣 一正一負 對不對 一略 一正一負 對吧 可不可以喔 那問題來呢 那這一條呢 這條可能是正的 也可能是什麼 負的 對吧 所以另外一條可能是正的 也可能是負的 對吧 所以說你看一下 屏幕說N1代於N2代於N3 所以說以正負號而已耶 這三個正負號 可能是正正負 對吧 或是怎樣 正負負 對吧 那不管是哪一種 對吧 它一定會有一正一負 對不對 另外一個可能是正的 也可能是什麼負的 對吧 我再起來第二條例是 直角上行畫什麼特徵 協律相乘多少 負一 呈現負一 代表一定是以正正負 以負 那另外一個可能正的 也可能是負的 所以說你注意聽 以這三條直線協律來講 它可能是正正負 或正負負 對吧 可不可以喔 那你看一下 好 它說下列合者敘述 恆正確 你看一下A選項 這三個相乘一定大於0嗎 不一定 好不好 這三個相乘就負的 這種現象相乘就是正的 所以說不一定 第二個一定小於0嗎 也不一定 第三個 M1乘3 M3 欸 這兩相乘一定會怎樣 一定會小於0 對不對 對齁 所以答案選舉 出 M1乘 M3 一定小於0 這樣行不行 行齁 到這邊麻煩一下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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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